其實現在美股的走勢 就沒有香港這邊做得那麼好 正如之前說的 應該短期會是東升西降 就是東面市場會outperform西面市場 暫時都在這個情況發生著 最近的基金方面的部署是怎樣的 可不可以分享 其實因為公司的發展就越來越闊了 我覺得現在分兩個部份 去跟大家去做跟進的 就是可能我們主動型就是我平時講得多些那些 但是被動型那邊其實我也覺得是有些啟示的 就是被動型那邊 大家知道我們有條Selective的LW的美國和澳洲 未來世界指數 其實就剛剛早一天 其實就做了一個每一季的篩選 股票的篩選 其實這條指數就應該6月6號 才rebalance的 才換股份的 但是其實這次的換股份有什麼啟示呢 我們那40隻股份裏面 這次接下來都是有21隻會是美股 19隻澳洲股的 但是這個比重不算有太大變化 我們下來都是正負一二 但是最重要是反而我們看下面 究竟它選了什麼股份出來 就是透過我們的black box 再用別人的機器去看一下 已經選了什麼出來 其實就會見到 其實澳洲那邊和美國那邊選的板塊有些不同 澳洲那邊其實more是做一些經濟重啟相關的東西 可能大家會想一些旅遊相關那些會有 但是可能大家會有一點想不到的 就是其實相對它的mining mining即礦股那些其實是少了一些的 稍後可能都最近很多人會常問 這些理礦發生什麼事 其實我稍後再跟進 但是這個又會剛好有一點不日而同 就是跟我剛才說的那件事 就是說市場好像對於炒通脹相關概念 有一點開始underweight翻墊 這個雖然我剛才說的是澳洲股 但是大家都知道其實現在澳洲股的mining stock 其實跟世界各地的mining stock的correlation很高 所以這個可以借鏡一下 那美股那方面其實我們會看到 如果真是看到市感差 理論上就不會還有keep著上一兩次 有跟大家都有分享過的 一些跟美國經濟很吻合的一些股份 例如可能大家會聽過說那些GWW 或者GPK 這兩次是什麼來的呢 就是GWW就是跟美國當地的經濟很相關的一些建築 又不是材料的 但是在一幢大廈會有很需要它有的東西 包括廁所都可以關係的 這個就是代表著那個black box出來 就發覺原來看來經濟未必真的那麼差 這個就可能做著少許 就是用一個sector去讓大家知道這件事 所以這個是新的你們加入進去的 其實不是我們選的 因為selective是要用我們的black box 就是我們的選股那個機制 然後用它們自己客觀一點的角度去拿一些股票出來 去撈究竟把我們的因素全部排出來 哪四十隻是最好的 這樣擺出來 變成了其實我們自己覺得 事實上和我們主動形容有些少許不同 因為大家用的dataset有些少許不同 還有大家可能會對於 例如因為我們裏面都有一些少許ESG的成份 其實但是ESG那個dataset 大家都是有一些少許做法不同 但是無論如何 就是我們的index和那個 就是index我覺得今時今日 是給大家會有一個最簡單的說法 就是index好不好 大家看過去就知道的了 那我們的index過去這幾年 就是把back test到現在 其實都是繼續跑贏美股市場三成多 跑贏澳洲市場七成多 我覺得這條指數見得人的 但是為什麼指數對今時今日的投資者好呢 或者大家可能平時看自己的ETF 那好處就是 其實你自己看好的市場 你便喜歡 你覺得不看好的市場 你便不用拿 就是這麼簡單 和ETF一樣的 那就是我借鏡 借這一樣東西給大家知道 原來外面的institution 現在怎樣在看市場 OK 那剛才答對了 Active那邊 我們自己主動形那邊又怎樣呢 那我們自己主動形那邊 就之前不是有說過都有一些對沖的部署 是 那其實很明顯上個星期就一定平的了 是 就是我們逐步逐步平 但是 就是 夾不秉我們審判中快 OK 但是我們平常都是平回美股那邊的對沖多些 其實我們之前已經對 既然自己都說得出東升西降 就不會去對沖這邊 那麼其實這一邊呢 就是反而就是可能加多一些倉 就是加多一些exposure 那你說是不是要選什麼板塊的話呢 其實跟上次我的想法是相似的 都是說這段時間是炒 預計就是炒 中國那個經濟活動會見底回升 那我那時候都說 只要中國的經濟活動見底回升 正上海那個三個schedule 去到第二個都如期發展 世界上面 就是環球的投資氣氛就會慢慢轉好 因為大家就會覺得環球的大衰退的風險是減低 那你其實你看上個星期就是發生著這些事 但是我們就不是去買些什麼體育用品股的 因為體育用品股當然很炒 但是我們都是覺得其實寧願去吃幾份東西 就是說 例如如果你覺得那個工廠會走回來的 那就是供應鏈那些會做回來的 所以其實我們都會去選一些 一些車的相關一些的東西 OK 第二的就是說 如果既然大家覺得那個經濟有重啟 跟那個零售數據會慢慢轉好 其實我們那時候都是說 寧願選一些增長方望股的 是的 變成了其實現在看來的反應 都似是這樣走的 是的 尤其是補充多一點 可能待會都會再說 就是說 如果你在炒一些方望增長股 其實某程度上阿里巴巴和9618 就是京東 大家都有炒618這個概念 是的 消費 是的 暫時可能一個小update就是這樣 如果我說說是HANA 對 不是 是 對 是 對 是 對